汤里的东西让同学们全部崩溃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传说竟然是真的 学校的一个小汤位自从换上了猪骨汤之后 便一夜爆红 喝过的同学都赞不绝口 有人怀疑做饭的阿婆在汤里加了东西 阿星是个小网红 李锐的发觉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便趁着阿婆离开的功夫 想要找出隐藏的科技很活 可他不知道 好奇心会害死猫 阿婆发现阿星的行动想要阻止 可越是这样阿星反而越发确定自己的想法 他打算要当着所有网友的面 曝光阿婆的真面目 两人在争执时打翻了汤底 几个骨头滚落出来 要知道在泰国 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是禁止吃狗肉的 甚至还有传说泰国的王被狗救过 这下可彻底激怒了围观的同学 有的网友甚至还叫嚣着要把阿婆送进监狱 一时间阿婆成了千夫所指 而阿星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他甚至还特地做了个纹身 可没想到怪事发生了 阿星总感觉有人暗地跟踪 难道是阿婆找人报复自己吗 他一路跟着黑衣人来到了体育馆 起初还只当对方是个混混 谁知黑衣人竟掏出一把40米长的大砍刀 向他冲了过来 阿星拼命地挣扎 可在其他人眼里 却只看到他一个人在发疯一样乱窜 气急败坏的阿星来到食堂 当着所有人的面指责阿婆 阿婆此时一脸无辜 突然阿星在厨房看到了一闪而过的黑影 他断定那个人就是阿婆的儿子 就在阿星想将人抓出来的时候 旁边的厨师再也看不下去了 原来阿婆的儿子早在一个月前就被人杀害了 头颅至今都没找到 此时老师也打了过来 先前被阿星指认的狗骨头 经过化验证时是鸡的骨头 这下直播间瞬间炸锅 网友们纷纷指责阿星 为博取流量不惜陷害孤寡老人 连几个死党都要求他向阿婆道歉 觉得受到众汉亲离的阿星气得直接翻脸 可这一拳下去彻底将自己送上了热搜 打人事件再加上体育馆的视频也被扒了出来 阿星一下从英雄沦为了小丑 气不过的他不禁萌生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当天夜里 阿星带着死猫偷偷潜入了食堂 可在这里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仿佛在举行什么诡异的仪式 就在他想将现场发到网上时 忽然觉得身后一凉 可他转身过来 却什么人都没有 忽然 阿星拼命地挣脱后 掏出了身上的美工刀 打算来个硬碰硬 可他环顾四周却再也找不到黑衣人的影子 忽然他注意到了供桌上的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个人头 真相终于大白 原来阿婆竟然用自己儿子的头颅熬制猪骨汤 此时黑衣人再次出现 阿星已经被吓破了胆 只能疯狂地求饶 但桌子上还摆放着用来陷害阿婆的死猫 阿星的结局可想而知 第二天 同学们继续品尝着鲜美的猪骨汤 直到他们吃到了那块带有纹身的猪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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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